朋友们早上好啊 今天现在是早上的6点30分 昨天晚上这风实在是太狂了 现在的风依然很大 看看那个树给吹的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 每秒10米 这个风速非常非常快 这不是五狮子是五马 疯狂的小马 起床了 等一下我带大家伙出去感受一下这个狂风 是时候凉快一下 昨天我的花房被吹的摇摇摆摆 好像摇篮一样 不过睡得很舒服 嗯 最旁边呢就是一个公厕 水呢随便用 就是没有接电的地方 现在我给我两个微信号进行了视频通话 等一下准备倒个车 因为那个insta360也是可以的 但是那个房车上面还没有安架 看放在这这个后边看的清清楚楚的 我准备倒在那个康位里 倒在这个位置 现在拿着这台手机倒车 哎呀 今天的风 哎呀 太大了 那现在我就能清清楚楚的看到后边的位置了吧 哎 那我昨天停这个位置有点影响别人的这个出路 所以我现在想调整一下 嗯 那看看这个镜头已经到了草地这里了 我觉得位置差不多了 那倒车镜这个功能呢 它能让你看到这个车和这个停车线 是不是齐的 手机这个视频的镜头可以让你看见 后边有没有障碍物 所以他们两个要结合的来 哎 嗯 非常好 非常齐 哈哈 这把大沟和花房给拆开了 面朝大海 吹着大沟 大沟花房排排好 现在在擦擦地 擦擦地 等这个风消通一会就出去 溜达溜达 太阳出来了 哎呀 我这可真的是一线海角 对不对 好朋友们 那现在这一会做一下功课 南澳岛岛是中国广东省唯一的海岛县 总面体113.8平方公里 由南澳岛及周边37个岛屿组成 岛上设有厚宅云澳深澳三个镇 南澳岛是广东全省距离台湾省最近的点 南澳一号明朝古城船 佐证了南澳城市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 哦 这个地理位置还是挺优越的啊 今天这温度就舒服了 凉快了 好多民宿啊 哎呀 玩海钓的人应该来这里是可以 可惜我不会 这是村子里了 这里应该是云澳村 你看这挺富的啊 你看这村子挺富的 到处都是海鲜大排档 那叫宋井这个景点呢 他不给开车进来 要把车停在对面那里售10块钱 那我就趁着机会走路进来溜达溜达吧 这是赛的八爪鱼 我从一个海岛来到了另外一个海岛 要带武汉啊 啊这些都是海产品 海石花草 这是啥海底椰 这个呢也是海底椰 这个是啥 野生金丝海菜 哎呀好多海产品我都没见过呢 都不知道咋吃 呀这是海藻茶 海带结 呀这个海带结也不错 紫菜 这里的紫菜是比较出名的 随时有不明白的就上网站去查 多好呢何必问别人是吧 海石花 海石花的功效 看看啊这是啥 海石花的三个作用看看 咳嗽化痰 清热止咳 利尿通令 这个我不太需要 这个南澳岛网红店 到处都长了自己是网红店 我咋那么讨厌别人说我是网红呢 一把年纪了还被人说网红 好讽刺哈 宋景旅游景区介绍 旅游景区位于南澳岛东南海滩 据记载 建于南宋景源沿间 临海仅10米 景水却清纯甘甜 酒藏而不变质 故被称为神奇宋景 16块钱便宜啊 其实自从做自媒体以后 这个景区的门票我都不觉得贵了 因为我是带着这么多网友一起看 所以就觉得这门票不贵 这是一种自我暗示 那个景还有走多远啊 啊 好来谢谢 直接下景 好的 在沙滩上 好谢谢 这样过吗 嗯 这就是宋景了 我瞅瞅 把手伸长一点 这口景离海只有十来米 但竟然是淡水景 是不是挺神奇的哈 今天温度是这样的 非常舒服 这个小风吹得也非常凉爽 好 逛完了送酒 买了点海产品 先尝尝 这是一包海苔 这一包五块钱 还有这个鱿鱼丝 这一袋 这一袋二十五块钱 这个后兰村 这高楼大厦 这不像一个村子 这不就像一个市吗 这又是挤车老人团 这有终点房冲淡 十元每个人 冲淡是啥意思呢 冲淡就是冲凉 应该是 他这里管冲凉就冲淡 这也一样 这也写的冲淡 十块钱一次 这里是中国南澳北回归县广场 哎呀 鉴鱼这人也太多了 我就当做来过了 明天听说 就没有这么大的风了 这会儿沙滩上好多人呢 我觉得我应该换个鞋 在沙滩里跑个步 好今天准备来个沙滩跑步 大海 我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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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